大陸媒體《每日經濟新聞》9月22日披露了 青海首富蕭永明從餐廳老闆到座擁265億財富的法家史 蕭永明、法家同不斷入股 控股青海省政府成立的崑崙礦業 並進而掌控青海隔肥產業鏈物不可分 9月10日晚間 ST藏格發布了公告說 藏格集團和蕭永明因為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 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蕭永明是ST藏格的實控人 蕭永明是1964年7月出生於四川省芝陽市安岳縣石陽鎮 她的父親蕭永林 沒讀過書 曾經擔任村生產隊隊長 經常跑合同 幫村上拉肥料 還曾一度被批為走資派 後來蕭永林成立了永雄素料廠 生意頗有聲色 蕭永明是家中的長子 17歲開始幫助父親打理生意 一直到1995年 期間都擔任永雄素料廠的副廠長 1995年蕭永明決心離開家族企業 遠赴青海格爾木獨自廠檔 她獨自創立第一份事業在一家小酒館 經營了6年後 開始將目光投向格爾木最得天獨厚的優勢產業 格肥產業 2001年 37歲的蕭永明和妻子成立格爾木 藏格格肥有限公司 開始涉足格肥生意 這家公司是ST藏格的前身 從2004年向坤輪產業增資獲得1.25%股權開始 後續再通過多次收購和增資 到2012年 藏格格肥已經成功獲得了坤輪產業8%股權成為第二大格肥企業 這個期間 藏格格肥還通過競標方式 以8,050萬元的價格獲得了格爾木 賊爾汗的藍天格肥廠8%股權 2016年 藏格格肥造價89.39億元 謝鶴金谷園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邵永明身家暴漲到265億 位列胡潤百富榜第64位 文鼎青海首富 其後上市公司改名為藏格控股 2019年11月7日 2019福布斯中國400富豪榜公布 邵永明家族以82億元財富值排名第336位 2020年2月26日 蕭永明家族以100億元人民幣財富為列 2020世貿深港國際中心 胡潤全球富豪榜第2,000位 2020年5月12日 蕭永明、林吉方以138億元財富為列 2020新財富500富人榜第216位 蕭永明發家和青海價肥資源物不可分 全國96%的隔肥資源都是青海和新疆 而青海絕大部分的隔肥資源 都集中在格爾木、賊爾汗、鹽湖 蕭永明是在青海省隔肥地方企業 整合的時候進入市場 2000年青海省政府成立了昆仑抗業 對甲鹽資源統一佈局、統一開發、統一供礦、統一銷售 2002年 蕭永明和妻子成立壯格格肥有限公司 兩年後 蕭永明入股昆仑抗業 並在隨後的幾年中不斷增持 在2009年 視機移動的藏格格肥通過收購控制了昆仑抗業 2019年6月21日 藏格控股發布公告說 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 中國證監會決定對公司進行立案調查 2020年4月30日 藏格控股公告說 公司股票自5月6日起被實行 退市風險警示處理 股票簡稱由藏格控股變更為ST藏格